这是美国之音7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樊东宁 最近爆发的俄罗斯间谍案戏剧化十足 不但有年轻貌美的女间谍 还有我们刚刚在新闻中看到的 用隐形墨水交换秘密情报的情节 而整个事件的发展也是高潮迭起 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24号才刚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 梅德维杰夫一同开心的吃汉堡包 而四天后美国政府就逮捕了十名俄罗斯间谍 接着十天后两国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在维也纳机场进行了冷战后人数最多的一次间谍交换 那么究竟这起间谍案对美俄关系有何影响 奥巴马总统上任后两国好不容易恢复的互信和友好气氛 能否经得起考验 今天时日大家谈邀请美国哈德逊研究所 政治军事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 为您剖析间谍案的幕后交易和美俄关系面临的挑战 理查德怀兹博士的英文名字是Dr.Richard White 还有节目中说的是英语 您听到的是同声翻译的声音 在节目进行当中 欢迎听众观众来电参与现场讨论 美国正因为您提供的免费电话是10810-866-837-5161 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地方 您可能要先播108-710 再播866-837-5161 此外您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发表您对俄罗斯间谍案和美俄关系的看法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事大家谈 好的 下面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现场讨论了 理查德怀茨博士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谢谢你邀请我 这次美国破获俄罗斯的间谍网 还有逮捕10名俄罗斯间谍 这个时间刚好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到访的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 一起吃汉堡包之后的四天 在这个时间点上 您觉得是纯属巧合呢 还是另有其他的安排 那奥巴马总统事先知不知情 就您的了解 看起来奥巴马总统 是知道 在这个逮捕之前 就知道这些情况 FBI在之前也知道这些情况 但是这个时机呢 的来源是因为 因为一名间谍 他已经意识到说 他在担心说 FBI已经知道他的行动 所以他准备离开美国 那么他担心 一旦他离开的话 整个网络可能会担搭 所以在当时FBI就采取行动了 那么奥巴马总统 他对于这个逮捕 就给予了批准 我们也看到 间谍案爆发之后 事实上 美额两国很快的 就进行了这个间谍交换 在维纳机场 那您是如何评价 美额两国在处理 这次间谍案上的一些做法呢 FBI说 他一直在考虑 美额的间谍交换 已经考虑一段时间了 所以当交换真正发生的时候 那么他们就准备 采取这种情况 更为重要的是 因为他的这次行动 很成功 而且美额现在的关系呢 也比之前要好很多 比奥巴马总统 刚上任的时候 要好很多 两国的政府 都不希望 这一次的事件 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 这样一些原因 那么在 早先就有一些行动 那么最后呢 两国政府都决定 尽快地结束这些事件 然后来处理一些 更为重要的事件 我们再回到这个 间谍案本身来看 逮捕的这十名间谍 据美国报导称 是在深度潜伏在美国的 有些甚至就是 已经买了房子 是已婚夫妇 甚至还有小孩 根据灵机的说法 他每个都跟 美国的邻居们 相处得非常融洽 那就您的了解 他们是如何 打入情报圈 获取资讯的 他们是不是真的 获得了一些 有价值的资讯呢 怀兹博士 就我们的理解来说 当这些间谍 很年轻的时候 或者说刚开始 他们的职业生涯的时候 在俄罗斯成为间谍 然后俄罗斯 给他们一些假身份 然后跟他们说 就是他们的假身份 就显示 他们是出生在美国 然后把他们送到美国 那么我们的理解是说 这其实就是 俄罗斯 包括在别的国家 往别的国家 派间谍的时候 经常是用这一招手段 包括是向中国 派间谍的时候 也是这么用的 这些间谍呢 他们并不会本身 加入美国的政府 那么俄罗斯呢 他可能会选一些 美国人来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些间谍的工作 他不是直接来找秘密 而是说去找到一些关系 说那些能够掌握这些秘密的人 然后跟他们联络 让他们为俄罗斯来工作 所以他会去一些职业招聘会 然后来看一下 有谁是给中央情报局工作等等 他们会和一些商界的领袖 或者是政策的制定